這位男子只可以用不幸來形容, 舒奧梅耶的舒沙是住在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的一個山區, 2013年的7月,一隻仲達一斤的牛在舒奧間屋後面的山坡上吃著草, 吃吃下草的牛突然踩在屋頂,屋頂承受不了牛牛的重量就這樣就塌了, 隻牛亦都在屋頂掉下來,在床上面睡著的舒奧就這樣就被隻牛摘在身上 在床上面還差點擊中她老婆,第二天秀就因為內出血死了,所以……